你还在犹豫买iPhone11要刷哪一张信用卡 这支影片会告诉你刷哪一张信用卡的回馈最高哦 哈喽我的群里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购买iPhone11的刷卡攻略 iPhone11与前一阵子在大家众所期待之下呢 终于登场了 那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于它的价格 可是我真的必须说iPhone越出越贵 就是它到后面的价格已经可以直接媲美一台笔电 我真的每次都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果粉 会希望可以趁这个时间可以换一只新的手机 不仅可以跟上潮流而且呢效能也变得比较好 那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购买iPhone11的话 要刷哪一张信用卡它的回馈会比较好呢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要购买iPhone11之前呢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价格 这iPhone11它64G的价钱是24900元 接着128G是26900元 256则是30400元 接下来iPhone11 Pro呢它的价格就是35900元起 那最顶贵啊 iPhone11 Pro Max它的价格呢 则是从41500元起跳 好那今天购买手机的分享呢 主要会分为网路以及实体店面 那网路的部分呢 首先我们就先从Apple Tone的官网开始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官网上面购买的话 其实它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信用卡有合作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刷卡的话 最多就只能得到信用卡本身的优惠以及回馈 那这边也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Apple官网呢虽然可以使用Shotback 但是Shotback回馈呢通常都会排除最新的机款 所以这次的新机购买是完全不适用的 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在Apple官网做购买的话 首先呢要推荐的第一张信用卡就是RiChat的GoGo卡啦 那台信银行的信用卡在Apple官网最高就是三期零利率 而Apple官网也是刚好在此定通路里面 所以它可以达到3.5%的现金回馈 那如果说你今天三期里面的回馈都要拿好拿满的话 最高的金额也可以买到5万块以下的手机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买iPhone 11 256G的手机 它价格呢是30400元 那如果说你今天分三期每一期都可以拿到3.5%的现金回馈 我们最后的总回馈呢就可以达到1064元 好那接下来第二张信用卡就是兆风的一秒刷 那兆风一秒刷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建满2000 就可以自动分三期的功能 那如果刷兆风一秒刷国内的网购回馈 也可以达到3%的现金回馈 那其中2.5%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50元 而另外加码0.5%则是回馈无上限 所以说呢如果你今天想要买iPhone 11 256G的手机的话 30400元的价格你分成三期的话 总共可以拿到的回馈就是902元 接下来第三张信用卡就是玉山拍钱包信用卡 玉山银行在Apple官网最多可以分成三期零利率 那拍钱包信用卡不管刷什么都可以拿到2.5%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买iPhone 11 256G的手机的话 30400元的价格分成三期 最后你的总回馈呢可以有750元的PB回馈 好那以上三张呢就是我觉得在Apple官网可以推荐的信用卡啦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国泰Coco卡的指定通路 并不包含Apple的官网 所以Coco卡并不会放在这个里面做评比 但是以上的分歧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你今天的分歧有可能会缴到明年 明年的信用卡回馈不一定都会一样 只要回馈一降低的话可能你会有所损失 好那接下来网购第二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PC Home啦 首先第一张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Richard的Google卡啦 那Richard的Google卡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 在PC Home都是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那它5%现金回馈里面是包含3.5%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回馈上限500元之外 再加上1.5%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买iPhone 11 256G的手机的话 30400元分成三期 你最后的总回馈也可以达到1520元 接下来第二张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信用卡 就是国泰的Google卡啦 那国泰Google卡在指定通路消费 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但是这边要注意的是它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就是300元 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说你要分期的话 每一期的付款金额最好在6000元以下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买iPhone 11 256G的手机 30400元的话我这边会建议你分成6期来做付款 那分成6期的话你信用卡总回馈可以达到1520元 那以上就是网购部分的信用卡分享啦 接下来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你在iPhone 11店的话可以刷哪张信用卡吧 首先第一张就是玉山派钱包信用卡 可以享有2.5%的PB回馈无上限 那接下来第二张就是我们的永丰大户卡 可以享有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那第三张就是我们的联邦赖点卡 可以享有2%的LinePoint回馈无上限 因为实体店的部分呢不一定可以做分期 所以如果要刷卡的话我比较推荐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 我今天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发现 亚洲部分呢日本iPhone 11的价格是最便宜的喔 如果说你今天要在日本买iPhone 11 Pro Max 它的未税金额跟台湾的价差差了5577元 那如果说你今天刚好去日本 想要在日本买iPhone 11的话 我会推荐几张信用卡给大家参考啰 首先第一张呢就是永丰的大户卡 它在海外消费呢可以享有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重点是呢在海外消费也算是在它的指定通路里面 所以呢你又额外可以再加码5%的现金回馈 那这个回馈上限是600元 所以你最高最高可以享有8%的现金回馈 那接下来第二张就是玉珊恩里卡拉 如果说你今天等级呢在level 3的话 你刷卡可以享有3.6%的红利回馈无上限 那接下来第三张呢就是联邦的赖连卡拉 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馈无上限 好那以上就是这次推荐的iPhone 11的刷卡购物全攻略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摩圈插档准备要抢购最新的iPhone 11的手机了呢 那你们想要买哪一个规格以及哪一个颜色的话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喔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不要记得把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小铃铛才不会出过任何支影片当中 我想我是你的Instagram跟粉丝专号波哥 大家记得去按赞追随观看 我是许丽我们下期再见 掰不 其实我觉得自从iPhone开始出到 8还是7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价格真的是 一直一直往上飙升 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太高了 我真的觉得可以买到最顶规手机的很厉害 结果我再怎样都买不下手 因为它真的是价格很高 它几乎可以媲美一台很高贵的电脑了 结果我想说那时候我的话 我已经买电脑 怎么会买那么贵的手机呢 这就是广泽的电脑 我已经买电脑了 这就是吗 我已经买电脑了 因为我已经买电脑了